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鸡岩草,你认识吗? 单听这种植物的名字就感觉非常的奇套 那今天呢,我就带朋友们一起认识与了解一下农村的鸡岩草 鸡岩草据说是一种对鸡非常有帮助的植物 具体长什么样子,有什么价值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详细分享 先来看一下鸡岩草,它长什么样子吧 它的叶子非常圆润,像椭圆形,很小,但是很精致 鸡岩草,它可不单单是一种野生的杂草 它还是民间常用的一味中草药 主要是拿来用在家禽身上 一般是家里边养鸡的朋友啊,大家都认识这种植物 尤其是村里的养殖大户 鸡岩草可以说是鸡的福星 对鸡的身体呢,有着非常多的好处 这种植物啊,一般是在春夏秋三季,均可采挖来 回家给它剁八岁之后啊,掺在鸡的饲料当中,拿来给鸡食用 鸡吃了鸡岩草这种植物啊,毛色漂亮,体高健壮,出兰绿高 而且肉质特别鲜美,鸡还不容易生病 所以养鸡的大户呢,非常喜欢这种草药 朋友们,你们那里有这种植物吗? 鸡岩草,它主要生长在农村的树林底下,荒地以及草丛当中 其实你认识它之后啊,也非常的好辨别啊 大家仔细看清楚了 如果你们家也未有鸡岩鹅这样的家庭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户外采摘 好了,今天的鸡岩草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此了 你认识了吗?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